《超级女生》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火的节目,一度成为全国人民最喜欢的娱乐节目。 当年从这个节目出来的明星们,现在还一定活跃在娱乐圈中,比如说李宇春,周笔畅,张亮宁等。 但是,我们总是想到2005年的那一届超女,即使200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场,并且得到超女冠军的是安玉琪,家军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,继军好像是张韩芸。 安玉琪是首届《超级女生》的冠军,出道的时候风光无限,当时她出道三月,就迅速出了同名专辑,还出了一首《你好周杰伦》的口水歌,传唱度一度非常高。 虽然有蹭热度的嫌疑,但还是收获了关注度。 安玉琪当年也是思缘满满的,唱歌发专辑以及参加各种活动,满满的喜悦写在她的脸上。 但是从李宇春,周笛唱,赵妙颖等明星出道以后,安玉琪仿佛没有了名气,在众人的后面慢慢发展着,安玉琪的人生从此开始了下风。 路,近日,安玉琪在北京开了一个粉丝见面会,庆祝她出道十五周年。 但是令人非常尴尬的是,只有四十多个人参加,也就是说,十五周年的出道时间,只有四十多个人愿意到场,这样的情况比个网红人气还要低。 安玉琪平常就是接一些商场唱歌的活动,要通道就去接一下,勉强能够维护住一些粉丝,以及收入的问题。 但是相比于李宇春来说,都是超有的冠军,差距怎么能这么大呢? 如今,安玉琪又被爆出整容的问题,里面都僵硬了,连校都很卑贱。 当初为了制造话题,安玉琪参加相亲节目,名字叫十周嫁出去,她穿着婚纱在台上大胆放话,我真的嫁,你敢去吗? 在这档节目中,安玉琪已做伤心低呼出声,娱乐圈是个大染缸,但是没有资源就等于没有未来。 我们也是非常为她感到惋惜,如今她混到这幅田地,不知道未来如何。 那么我不会变得走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